为了确保花联市排水安全 市长卫家燕24号上午是 协同了花联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 前往了南宾抽水站出海口 视察击沙预设情形 期盼能够在县政府和市公所的高度关注下 确保台风来的时候排水基础可以得以顺畅 台风杜苏睿持续逼近 为了确保花联市的排水安全 花联市长卫家燕24号上午 则协同花联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 前往南宾抽水站出海口 视察击沙预设的情形 那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就会 特别关注这个北侧闸门 它靠重力排的方式 因为在这个海浪的会把一些飘沙 带到我们这个出海口做这个淤积 所以每次在这个台风季节的时候 讯起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关注 这个出海口的预沙状况 所以大概在这个台风 尤其是台风来临之前 我们都会特别关注 如果说预沙很严重的话 我们就会赶快在台风来之前 先去做一些轻疏的一个工作 杜树内台风虽然预测路径 再度往南修正 但花联市公所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相关客室都已经展开防台措施 做好万全准备 今天来到我们出海口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淤沙一直堆积 那可能遇到了涨潮 可能遇到了风浪比较大 那怕堆积的话 可能导致我们水会倒灌的这个情形 那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另外一个出水口 没有办法抽到水 那我们抽水算持续在运作 那我们今天都一一的将问题 跟处长做一个反应 那在这边也借此跟我们所有的市民说 可能在周二甚至于周三的早上 就会发布入警了 那希望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边沟 有任何的可能堵塞 或者是一些有包括我们塑胶带 或是纸板或是烟蒂 那都可以跟我们花联市公所的清洁队 来做一个联络 我们今天会大规模的一个清沟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 都能做好防台的准备 市长维嘉宴也提醒民众 应随时注意台风动向 并做好防台准备 请大家配合平时养成好习惯 不要将废弃物丢入排水沟 才能在强烈风雨来临时 发挥排水功效 记者徐立芹 华林时报导